疫情过后,心理健康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 而日前,卫生福利部以及自杀防治中心 在花莲县卫生局召开了后裔时代 心理健康及自杀防治特殊议题工作坊 包含了青少年的负面情绪排解 都是重视的一环 也唤醒了民众对于心理健康以及自杀议题的关心与重视 知名歌手李文在7月初不抵忧郁症亲身离世 让心理健康问题再度受到重视 日前,卫生福利部及自杀防治中心 与花莲县卫生局召开自杀防治互动式辅导访查 季后遇请时代心理健康及自杀防治特殊议题工作坊 邀请花莲许多辅导资商单位与会一同探讨和预防 看着这个自杀量率在台湾的影响 其实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我们有一些的变化 那其实接下来确实如同刚才的书章所说 跟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就是在疫情过后 我们从今年已经过到民众政府以后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 希望说在台湾的这个各地区的自杀率 是一定制定的一些精进的作为 可以在今年讨论会有一些的决定 有一些的方向 那大家可以从幻灵处的医见交流当中 那我们看看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些 一些测试的作为 疫情后心理健康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 在花莲心理健康促进 也是这些年县府持续推动的项目 然而近三年成台青少年自杀议题却持续上升 今年8月1日起 卫福部针对青少年提供15至30岁年轻族群 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给予有心理智商需求的年轻朋友 每人三次免费心理智商 在15岁到30岁这个年 我们进卫生机的调查 华莲县111年的自杀的案子 就有1050人 一半 15岁到30岁 这些青少年 或是刚入住社会 灭临这个大环境的压力 耐心的压力很大 都会造成这种 自杀的这种 这么多的问题 有时候一时无法抒压 或者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就是一个点而已 然后引发他情绪上的很多困扰 首先我们还是要建议 如果我们周遭有这样的亲友 我们还是要多陪伴 多倾听 让他能够得到 情绪上的抒发 有很多的管道 比如说1925 安心专线 1995 生命线 或者是1985 张老师专线 可以进行线上的执行 事实上我们花莲 在100年9月 我们也有成立了 花莲县的身心健康 及成瘾防治所 那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可以提供 专者来办这方面的咨询 那我们可以提供 线上的预约心理咨询 这种服务 那民众可以给一个电话 就是038351885 038351885来做咨询 这些都是免费的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许多青少年 无法处理自己的心理困扰 不知道资源在哪 或不了解心理资商 与心理治疗服务的效果 不愿主动求助 建议陪伴 倾听 遭受情绪困扰的亲友 期盼人人皆可以成为 珍爱生命守门人 多点同理心 多点关怀 帮助处于自杀风险 当事人看见生命的一线希望 记者长方言华临时报导